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所以我们凡夫呢 由人成佛的过程呢 非常难 因为人要变成佛了 你要有很多的自卑心啊 要原谅别人 你们试试看 你们现在脑海里想一个人很恨的 你说你要原谅他 你做得到了 这个人对你不好 那个人对你不好 曾经对你伤害过 你说你能原谅他吗 很难的 难忍则忍 是为佛 很难忍的东西 你要你学会忍耐 一个人不忍耐 你能做领导的 一个人不忍耐 你连个家都保护不了啊 你家那个你一辈子跟一个老婆 或者跟个老公两个人生活 你不靠忍耐 你能什么三十年四十年 这么过下去的 习惯不一样 背景 文化背景不一样 智慧不一样 脑子不一样 他想他的 你想你呢 你想想他 怎么能够几十年生活在一起啊 很难的 所以要学佛 靠慈悲 觉得这个男人很可怜 哎呀 为了这个家 衣服啊 没什么换了 整天这么辛苦啊 回到家里躺着就睡觉了 这个老婆从头照到晚 还要去打工 还要找孩子 还要生孩子 还要找孩子 真可怜啊 相互帮助 相互慈悲了 你这个人就不会有恨了 因为恨会伤你们自己的心 你们知道吗 因为你恨别人 别人没感觉 你自己感觉最敏感了 因为你恨别人 你难过吗 你恨了一个人 人家不知道 你自己知道 痛苦吧 不要去恨 有什么好恨 恨了半天又怎么样了 让自己的事情不要去做 最要紧的是 将佛性 好好的 更加在自己心中 变得越来越坚固 不受外层干扰 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别人爱怎么赚钱就怎么赚 我自为难不动 该我赚的就赚 不该我赚的不要去赚 很多人不该赚的赚了 最后出事了 你没出事 因为你没有贪啊 你一个贪心怎么来了 就是不停地要东西啊 所以人生就是这样 所以你心不受污染 你就算碰到恶元 恶种子的话 你照样可以把它避开 反过来你心受到污染了 那么恶元和恶种子 在你心中的成长的速度 会越来越快 你们经历恨一个人 你只要不能原谅他 你会恨他一辈子 你想起他就恨你 一直会难过 一直会很痛苦 就会加倍的 然后在自己心中 种下了一个恶的种子 很恨 那么然后呢 就看见谁都不讨厌 看见谁都不开心 如果你恨一个人没关系 如果你一生到现在四十岁的 你已经恨了十个人了 你说十个人放在你心里恨 你这脸笑得出来吗 你们进来想看看 现在人多恨别人啊 讨厌啊 不认识这些你们讨厌吗 你们讲句心里话 你们坐公车的时候 这个椅子坐得很热 人家站起来让给你 你一坐上去以后 你会不会感觉有点气场不大对头啊 你都不想坐 刚刚他做过的 很讨厌 人家惹你了 这个就是讲给你听 人的气场 所以你越恨 你总之成长速度越快 加倍的恨 你越贪 贪不到 继续贪 贪不到 继续贪 如果你是一个平民百姓的话 那么你这个人就是贪了 小人 如果你是个当官的 你不就叫贪官 不能要 很多东西不能继续要 够了 中国传统文化讲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就是告诉大家 做一个人 应该好好地做 不该你的 不要取得 该你的 你可以拿 不该你的 不要取得 不要将自己心中的恶源 恶的种子 不断地加倍 加速度地在成长 因为你越恨 越贪 越做得愚痴的傻事之后 你会越快地 失落和沮丧 你去看 你们要是一个见的人 这个人整天 哎 他低头叹气的 这个人气场不好 你们少跟他讲话 这种人 阴气很重的 你跟他讲话的话 你会受他影响的 你们去跟那种 整天讲笑嘻嘻的 讲笑话的人 整天很开心的 这种人气场好 你们相互之间 你们看好了 边上这个微博 这点板子的 你起在听 一看这里 哎呦 这人整天哀声叹气的 一看哎呦 这个人又这样 好了 打快去念听吧 一个人 作为环境不好 如果作为 这个人讲笑话 很开心 那个人也发誓充满 哎呀 他才感恩到 饭吃得真好 哎呀 这人心态好 那多掉没有 这人的气场 就这么影响 我要是整天愁眉苦脸的 你们来看我干嘛 你们看师父 不是最喜欢听 师父讲吗 讲笑话了 实际上 弥勒佛们就是 开心呀 佛法用法喜 来使人开悟啊 弥勒佛就用法喜 来让人开悟啊 你学过 为什么要 苦苦伶仃的啊 学佛的人都是苦哈哈的 没有 学佛的人开心 众生一厘米呀 大如虚弥山 因为你们今天念经学佛 你们才有这个功德 才有这个能力 可以吃这个饭 如果你们 马路上走过来 一个人 走上来就能吃饭吗 因为你们是学佛人 才供养你们吃饭的呀 如果你们不是学佛人 谁供养你们的啊 你要是说我今天登个报纸 我们这里呢 全部免费 你看看 不要说你们这些人呢 可以一直抬到 胜券火车呢 抬到市中心啊 所以师父给你们讲法 大家法喜充满 所以一个人要懂得 不管遇到善缘和恶缘 都要学会处理 遇到善知识 哎呀感恩啊 遇到不好的 那你就不要受到污染 碰到恶缘恶种子了 要知道 哎呦不能碰 一碰就会退转 所以一定要真心结缘 结缘什么 结缘佛法呀 听闻佛法就叫结缘呀 所以佛教中的修出离心 就是让你们要看穿这个世界 不要去真和强 所以有些人学偏差了 走错路了 就是 哦反正佛达说了 啊这个世界没有真的东西 哎呀看穿了 哎呀都是假的 好了 我不想活了自杀了 你说这脑子会有问题吗 佛达叫我们修出离心 就是不要胎 你知道了够了就可以了吗 什么事情心中想 你够了吗 我够了 想想还有很多人没吃 还有很多人没穿 你到医院去看看 还有很多人残废 多可怜啊 有的脚不好 有的手不好 有的眼睛看不见 可怜吗 有的耳朵听不见 你去看看很多老妈妈 老婆婆 一到年纪大的时候 你跟他讲话 什么 这人要相互学会 要闭关 所以师父为什么闭关呢 就是闭关就是修心养信仰 不要去烦外面的事情 不要去闹 所以有些人就喜欢闹 师父告诉你们 过去有一句话叫 会闹的孩子有奶吃 不对 会闹的孩子当时有点奶吃 事后 上海人都懂 有生活吃 让你闯着生活的苦头 会变老 所以学会用自己的真心去结缘 人间所有的任何善缘 不要去被那些不好的人间的那些五欲六成所污染 所以你想成为一个妇人吗 师父来问你们 谁都想成为一个妇人 师父今天把财富交给你们 你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妇人 为什么 因为当你们懂得佛法的时候 佛法是无与伦比的财富 因为当一个人拥有财富 拥有佛法的时候 钱财不能解决的问题 佛法都可以把它解决 你们现在想一想 很多事情在人间 你们解决不了这个领导跟你的冤结 我们照样可以念节奏 跟他解决 我们精神身体上不好 我们念大悲咒 我们身体变得好了 我们想不通的时候 我们一念心经 我们脑子就通了 这个财富还小啊 你让孩子懂事情了 学念经了 你说这孩子对爸爸妈妈会不孝顺吗 根本不会像澳大利亚人 年纪大了就把爸爸妈妈 往那个养老院里一送 他们这句话说 送到养老院就是养老送中了 送中就 进去就不会出来 永远不会出来 所以师父给你们讲 有本事 不要进养老院 有本事照样活得很开心 照样身体很好 这就是你的本事 修心就可以得到第一个本事 不进养老院 你们要是以后到养老院 就等三等人 等吃等睡等死 反正你们愿意去的你们去吧 我不反对 我是不会去的 所以只有佛法才能真正的解决生死问题 得到不生不灭的本性 其实人想通一点 不生不灭的 死了还会再生出来 生了还会再死掉 一个人得到了会没有 没有了又会得到 有什么意思啊 生了死了得到没有得到 一切都要随缘 所以业障啊 业缘来 要用同等的形式来偿还 就是今天家里 老公从你这样了 你同等的形式偿还 就是说 哎 他居然这样 肯定是我上辈子欠他 就给他骂两句吧 算了 就像小孩子一样 你看一个人的心不平 孩子骂他妈妈就会接受 爸爸也能接受 但是夫妻只要一骂 相互不骂一场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不是淘宰 因为妈妈在想 儿子是我生出来的 他可以骂我 你又不是我生出来的 还是个私心 所以人跟人之间 怎么样来用根本的实质性 来解决人间的烦恼问题 众生的困苦问题 实际上要懂得六道的根本性 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有前世所欠 所以今世才要还 众瓜得瓜 众斗得斗 你今天对人家翻了一个白眼 人家明天一定会翻一个白眼 你今天骂别人 别人一定会骂你 你今天挡别人 别人一定会找人打你 打不过才会找人打你 我就看见 看见一个新闻就是 他老公一直打他 打他 在外面还有女人 结果这个女人就是 恨得来 实在欺负过了 就故人呢 把他老公砍了 结果这个案件就出来 所以你不要把人家逼到极顶 在这个人间 什么事情 讲话不要讲过头 我们中华传统文化讲 满口饭好吃 满口话不能说 所以讲话要留有余地 就是给自己一个回旋的余地 所以叫你们做事情不要说 我来 我一定会的 我一定 就像你们取愿一样 你们在菩萨面前讲话 哎 留有余地 饭要一口一口的吃 所以你们跟领导也是 你们很多人一辈子就是 跟领导拍胸脯 好了以后你就上不去了 领导喜欢的人就是 哎呦 试试看 领导你放心 我尽我的力量 不能把话讲死了 抱在我身上 你出了事呢 好了好了好了 下去了 你们不跟师父学 你们跟谁学 你心中要有菩萨 你要懂得 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 不要把事情说死 因为我们心中有天兵天将 在保护着我们 所以我们尽量在受报期间 要能够学会人辱 因为人都有一个受报期 你们知道什么叫受报期 倒霉期呀 你们告诉我哪个人一辈子顺利呢 哪个人一辈子倒霉呢 有没有这个时间呢 有的时候就这段时间倒霉 倒过了就好了吗 熬过了这一段就好了 经济萧条熬过了就好了吗 精神不好熬过来就好了吗 身体出毛病了熬过来就好了吗 家庭出毛病了熬过来就好了 就是靠熬的 忍辱呀 为什么菩萨六波罗密里边 有个叫忍辱津津啊 你告诉我你们要不要忍辱啊 所以受报期间不能说 我不能接受啊 我不行啊 没有了 又造信业了 一想不通人就造信业 所以你又为今后的受报 种下了恶因 凭什么他这么对我不好啊 我就要报复 你一报复接下来 以后报复更厉害 冤冤相报何时了 你们这么多年的经验还不知道啊 你对人家不好 人家会对你好的 你再对他不好 他对着你不好 亲戚朋友当中有没有这种啊 所以不要去占为己有 把所有的善的东西 有心的人都不要去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 不要贪 命中有时终须有 命中无时莫强求 不要用任何形式去占为己有 造下罪孽 很多人就是不是你的东西 你去把它占有了 最后你就造业了 记住了 忏悔就是修行 忏是揭露自己的旧恶 过去自己做过的恶 旧恶叫忏 悔是知错之后 不会再做 所以忏和悔是不一样的 忏就是什么 哎呀我做错了 菩萨原来我我这件事情啊 这件事情我这件事情 那件事情做错了叫忏 悔是什么 后悔呀 我不能再做了 我以后跟菩萨保佑 我再不能了 所以忏悔 忏悔要放在一起的 光忏不悔 就是在菩萨面前 我做错了 我做错了 下次再做错 忏了一定要悔过 大家听懂了吗 要悔的 后悔我下次就不要再做了呀 很多人一辈子就是后悔来后悔去的呀 哎呀我真后悔呀 我嫁给他了 我眼睛瞎了 好了下掉一个 又结婚了 又结婚 开始开心得不得了 哎呀真好啊 吵了又开始了 自己老毛病不改 脾气很坏 两个人过日子过到最后 你看我眼睛又吓掉了 又吓掉了 你看现在的人跟人差别多大 你想你的 他想他的 谁能够跟谁这么融洽 只有薛博人 薛博人为什么融洽 他能够包容啊 你看看这老太太做的事情 你不开心吗 哎呀如果 她不是我妈妈呢 这个年轻人做错事情了 如果她是我姐姐 是我妹妹呢 你就包容她了呀 是这个概念的呀 所以一个人要懂得 忏悔就是向我们的 冤亲在主道歉 你今天跪在土上面 天天礼佛大忏悔文 就是跟你们的冤亲在主 说道歉 对不起啊 我又做错了 我不应该这样啊 因为你欠他的了 你结果报复了 你结果做错更多事情了 所以往昔所造 诸恶业啊 必须精进来忏悔啊 你们造了很多的业 你精进来忏悔 你必须要改变 你们讲讲八正道 你们经常听人家说八正道 八正道实际上就是八圣道 就是有八种正道 就是让人能够破迫开悟 让人能够变得很正直 很多人为什么不正直 就是没学八正道 人要正直 实际上八正道就是要达到佛教的最高境界的八种方法 第一个是正见 政见就是对世界上每件事情 要正确的见钱 你觉得这个人好不好 你理解正确了 你就做对了 你觉得这个人可以不可以 跟你做生意 可以不可以跟你做朋友 这件事情我能不能做 就是政见 以前师父讲过了 先是佛教四弟的真理 那你就会政见 那么这个四圣地 苦极灭到 苦地极地 灭地道地 所以很多人要懂得苦 就知道这个世界上 最后都是人才说苦的 享受是少的 苦是多的 极地是什么 就是一种欲望 造成了人生很多苦难的 一种原因 就叫极地 灭地是什么 我们在人间修行 要把一些不好的东西 把它灭住 把它驱除 而且要懂得这个道理 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不会长久的 到最后 全部会归位 灭掉 我问你这个花 很漂亮 一个礼拜之后在哪里啊 灭掉了吧 你看看我们的爷爷奶奶外婆 外婆这么大年纪了 你看看现在 你还记得上你的祖宗几个人吗 灭掉了 道地是什么 你才能找到这条真正的道路 佛道 第二 正思维 正思维是什么 就是要根据真理的真地 来进行思维分别 实际上就是分别 什么是好 什么是不好 正思维 其实又称为正志 正就是正确的正 志气的志 第三 是正语 我问你们 什么叫正语啊 讲话要讲的正确 不正确的话 讲出来 那叫废话 不该讲的话 讲出来 也叫废话 有的人没有话 就找话讲 可怜不辣 哎呀 天气很好 讲过了 哎呀 你看今天天气 很好下雨了 正语 挑拨临间了 什么都不要讲 说话要诚实可靠 讲出来 不说话 你们如果觉得 自己在讲话 吹牛的话 你们脸红了 你们就对了 如果你们觉得脸不红 心不跳 那叫吹牛老手 很多人说 吹牛不打草稿的 你看我们学过人 一吹牛 哎呦 忘语了 把脸就红起来 人家喜欢你啊 人家懂得啊 你这孩子好啊 规矩啊 吹牛没有啊 没有啊 真的没有啊 你以为人家都傻瓜 你以为人家跟你一样智商啊 你吹牛 你以为人家不知道啊 你讲的老实话多好啊 不要忘语 不要奇语 恶口 两舌 这些都是属于 正义 不应该做的 应该正义 第四 正业 正业是什么 做的行为啊 正确的行为 你可以杀生啊 可以偷盗啊 可以邪淫啊 可以妄语吗 可以恨人家吗 一切都控制好自己 再接下来 正命 正命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 过正当的生活 就是不要去 夜店啊 吃喝瓢 这些不好的东西啊 全部都不能做 接下去 第六个是正经济 正经济 就是说 我今天 很努力的 精进的 去做 所有的 众善奉行 诸恶莫作 精进 就是努力 去做好 所有的事情 去帮助别人 去爱护众生 不好的事情 不要去做 所以为什么 师父叫你们 人家说 你们心里 把门的孩子出来 就是不一样 是啊 我叫你们爱公爱民 在自己国家里 要尊重自己国家的法律 尊纪手法 不该做的 不能做 其实就是 精进呀 努力呀 群老 很多事情 不是说 一个人 哎呀 我今天要 发毛病了 我今天怎么 你要精进努力 就是我要 好好的 吃苦啊 耐劳啊 然后我自己呢 要懂得怎么样 能够让自己改变自己的习惯啊 不好的习惯都要改掉了 然后要早起了 或者不要吃喝嫖赌了 这些都弄掉 那么人就正经 第七叫正念 正念呢 在佛教里面 叫觉照 觉照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感觉 能够观察 就是你自己要经常 一个念头出来 就想一想 我这个念头对不对 你现在是个男人 你看见一个漂亮的女人 马上脑子里想 哎呦 那漂亮的 好了 你的脑子已经不是正念了 一个女人 如果看见一个帅哥 哎呦 蛮好的 我加倍他 你要自己知道 哎呦 这个东西很好 我把它拿过来吧 这个东西很好 我要了 你看 没有正念 自己要知道 哪些可以做 哪些不可以做 叫正念 正念 就是要 关照自己内心 每一个念头出来 是不是对 你狠狠这个人 这个人怕 半天就活该 算死活该 你不是正念 正念 哎呦 他很可怜 我要帮帮他 那这个叫正念 正定 正定实际上 用佛法界讲叫 正确的 禅定 禅定就是 拥有智慧的 去过人生 拥有自己的人生 你去看 任何一个伟人 一个领导 一个老板 他都是很定的下来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温温当当 哦 这个事情 好 我们会考虑一下 正定 那是一种 正见 正定就是正见 为什么呢 你正确的见解 你才会有正确的 坚定不移的信心 你正了 你才能定得下来 你邪了 你就定不下来了 所以 精进的 不懈的修行 才能 拥有智慧的禅定 人才能 能够脱离苦难 脱离烦恼 所以要懂这些道理 为了开悟 为了有智慧 你经常动血脑筋 你哪来的智慧啊 整天动血脑筋 我现在教你八正道 你们经常走这些正道 你这个人就会智慧充满 谢谢大家